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也要好好照顾自己 陈阿姨 要不要搭个顺风车 宏礼 快走吧 宏礼 你别再胡闹了 你也不看看现在都几点了 妈 求求你了 就再等五分钟 走 小李 总算赶上了 别去了 别去了 拿着 这是最后一个疗程 上飞机前喝了吧 你傻子 一个人在国外 要照顾好自己 你也要好好照顾自己 就是四年的时间 鱼儿太长了 我说哪儿有的呢 你还要有的呢 你也要有的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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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说你一句话 你也要有的呢 我说你不想要是一句话 侯礼 该登记了 走吧 我一放假就偷偷回来看你 松开 走 走了 快点的 走啊 走 母亲的经历让赵家帝学到一个道理 人 首先要对自己负责 才能对别人负责 真正的爱情绝不表现在随意流露的热情 和过早的亲疑 如若情深 何惧分离 只是 每个人都是自己世界里的成人和孩子 此时的赵家帝 只想做个孩子 这也丢了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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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要不要搭个顺风车 收听到什么 就算了 到热 看这个地方 已经清理了 最后的热